已经迈入第五年的新北市纪录片的系列活动 在日前正式的开跑了 副市长侯友宜感谢各界的支持之外 同时也向外界宣布 今年活动大使将邀请杨丽洲来担任导演 同时也邀请有兴趣的人士 可以将2015年最感动人心的事给一起记录下来 新北市纪录片系列活动 今年迈入第五年 主题精神则延续前两年的感动无所不在 希望在2015年里记录最美好的事 透过纪录片导演独有的观察和观点 发掘这块土地上不为人知的人文风采与精彩故事 今年度活动大使由杨丽洲导演与周文青导演共同担任 我真的这样想感动这件事情 就交给纪录片导演去做吧 但是无所不在这件事情就请新北市 请我们新闻局一起来做 那我想我相信无所不在 不只是让台湾各地的故事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 而副市长侯友宜亦将请临会场感谢各界的支持及努力 对记录一件事情用影像 用你们思辨的能力 用你们一科接触一件事情的感动的心情 来分享给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好的一个经验跟记忆 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两件事 就是要启用智慧 不是聪明 叫做启用智慧 用你的思考分辨的能力 去看一件事情 新北市政府邀请大家一同参与 今年度纪录片系列活动 包含新北市纪录片奖比赛 纪录片放映会 总子教育营等 希望打造新北市成为一个纪录片 友善城市 永佳的记者新北市采访报道